謝謝各位記者朋友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首先請我們經濟委員會的趙偉、謝委員發表意見 董昭、賴委員以及所有媒體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們可以看到3月29號電價審議委員會的結果 他們是以烏惡戰爭情況不明來告訴全國的民眾 他們要暫步決定 但是我們根據目前台電的資產腐敗表以及損益表 我們可以發現烏惡戰爭只是他們的藉口 真正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台電他的損益表 以目前我們今年一二月的業績跟去年同期來相比 我們可以看到他歲前的虧損是105億 我們如果以全年度來看他的虧損可能預估就有630億 跟去年同期相比他的支出就比去年高出非常多 看到我們的燃料的支出也非常高 所以代表了台電現在第二月開始他就會開始面臨虧損了 我們再看到這個是台電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他現在我們看到他的資產總共減掉他的負債 他的資產淨值是3437億 而我們在扣掉核市的賬面價值是2825億 總共代表了他目前的資產淨值如果打掉核市的這個呆帳的話 他只有612億 可以看到的如果我們全年度預期他的虧損是630億 那代表了現在台電他的資產淨值打掉這預期的虧損 今年台電就會面臨破產 那他電價是不是要漲 他雖然說3月29號的電價審議委員會 他說暫不決定 可是我們知道根據電業法的規定 他每年的4月跟10月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 他每一次可以漲的幅度最大的幅度是3% 那我們看到的是以目前台電的財務狀況 以及未來預計虧損的狀況 他根本就只是不想要馬上給大家有感受 他只是想要延到6月的時候跟夏季電費調漲 一併的告訴大家 我們的電價就是要漲了 以上 好 謝謝請大師寶委員 好 謝謝 我們都知道台電是國營事業 如假包辦的事業單位 只是他幾乎全部是政府的資本 因此跟政府的人員政策很有關係 我們看到因為錯誤的人員政策 硬要把這個有關於核電這部分全部打消掉 在2025年的時候 那日元又上不來 所以不斷的增加天然氣增加燃料 我們看到台電的相關的資料 清楚的看得到燃氣的成本跟燃煤的成本 各提高25%跟22% 也就是提高了1%的成本 造成現在台電的幾乎是賣的越多 就虧的越多 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 本來4月份 該有動作的電價這個國營會 應該決定了 要不要漲 要不要漲到幾% 他不敢決定 他叫以拓待變 特別現在二五戰爭 還沒有結束 天然氣不斷的飆漲 不斷的飆漲 煤也在漲 全世界 任務料都在漲 糧食在漲 台灣的CPI 按照國外的預估 已經到了百分之2.5% 全民 說不定 會再往上攀升 假如 歐戰爭一直沒有結束的話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這裡 我個人主張 其實 是 台灣 還是苦人多 台灣窮人多 真的 我們過去當時的資料 台灣有六成的 民工 勞工 他的比金薪資在4萬塊以下 你萬路都漲 變價還要漲 六月份 配額 下去店長就要漲了 我認為 對這些人 來講 是不公平的 他們沒有辦法負擔的 所以我們具體主張 民生用電 大概百分之二十 要繼續動漲 另外百分之八十的產業用電 回歸市場 火車中油已經累積虧損 六百億 六百多億了 他的資分額 一千三百多億 我們剛才的副書記長 先一共提到了 台電 他的資分額三千三百億左右 他累積虧損六百億 如果再把 核市的資產歸零的話 那就幾乎破產了 中油台電都快要破產 不斷的老百姓來補貼 這些額度 財政部長最近在立法院也說 相關的補貼 還扣掉中油台電的補貼 已經高達一百二十億以上 都是全民買單 各位想一想 政府一方面不斷地 將我們出口暢望 獲利 歷年來一直累積創新高 企業技術都賺錢 為什麼他們用電 要窮苦的老百姓替他們負擔 節貧即負 所以我們要求 我要求 民生用電應該繼續動漲 但是對於民生用電的用電大戶 例如豪宅等 比如說地保 比如說其他的豪宅等 用電量超過一定度數的回歸跟產業界一樣 用電度數在一定的以下 這些小老百姓的電價 繼續的動漲 因為CPI不斷地攀高 這些人生活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們要顧到 中油台電他們的虧損 就是人民在負擔的 這一部分應該讓這些賺錢的企業 分擔一點吧 或者政府不斷地一直吹噓 外銷多好 產業的獲利多好 整體的獲利多好 為什麼不能夠 不能夠他們 該付的變價也負擔一點吧 不要讓這些窮苦人家 還替這些賺錢的富豪來付錢 這個是我個人主張 我相信也是要多數的委員的主張 謝謝 好 謝謝 昨天王美花部長 表示說台灣電價太便宜了 我覺得經濟部正在測風向 正在帶風向 很快就會漲電價 所以我要跟各位說明 蔡政府 2025廢物家園能源政策 到2025的時候 天然氣發電 佔比是50% 燃煤30 再生能源20% 那各位很清楚 再生能源 2025沒有辦法達成20%的目標 已經確定跳票 將引發可能缺電的危機 另外有關電價 未來也將大幅上漲 是台電不敢公開承認的事實 很重要 再講一次 這是台電不敢公開的事實 我這裡有一張表 假設燃氣燃煤核能跟再生能源 它目前的價格都不變的話 那到時候灰核加元 現在是平均每度的發電成本是2.01元 2.01元 那到2025的時候 灰掉核能 那到時候每度的發電是2.44元 也就是 電價 會成長 百分之21.4% 也是佔兩成以上 佔兩成以上 所以一定會大幅上漲 另外 這一張是 各位清楚 2030會減少賈碗排放30% 到時候天然氣價格會飆漲 其實現在已經發生 尤其像德國 今年3月份的電價 飆漲了86% 所以簡單講 到時候天然氣佔50% 那天然氣的價格又到飆漲 那到時候怎麼辦 所以這整個是 基本上是 能源政策的輸入 能源政策的輸入 所以電價到底是不是合理 關係到2300萬民眾用電的基本權益 也涉及到國內產業的發展 能源政策錯誤 引發未來電價的大五上漲 全民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黨團要在這裡問問 這個決策錯誤 到時候全民付出慘痛的代價 這個責任 這個政治責任誰來負責 請蔡政府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王部長 不是只有說要賬電價 誰做這個錯誤的能源政策 要負這個政治責任 請蔡政府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誰要負這個政治責任之後 才開始 才開始漲電價 那黨團也支持也贊成 再次把委員講的 民生的部分 因為不管是物價高漲 或者薪水都沒有漲 所以這部分我們支持要動漲 那有關產業的部分 盡量反應到產業的相關的成本 但是國民黨的立場是 這樣錯誤的能源政策 讓全民付出慘痛的代價 這個整個政治責任誰來負責 蔡政府必須先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好 謝謝